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风神俊朗、英俊潇洒的杨国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二人却好似造化弄人一般 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屡次分道扬镳 小龙女从小在古墓长大 性格单纯的她认为 自己和孤儿两相情愿 可为何二人在英雄会相依相卫的时候 会引起江湖群雄的震斗 就连一向是如己出的郭靖 也要扬起手来妄图当场击毙杨国 更让小龙女羞愧难当的是 当她被欧阳峰点血无法动弹之际 身为全真教道士的尹志平 竟趁虚而入 最终做了一件人神共愤之事 被夺走一穴的小龙女 自知再也配不上杨国 于是自暴自弃 答应了绝情谷谷主公孙芷的求婚 小龙女认为公孙芷为人成熟稳重 虽有过一段婚姻 但却坐拥一个与世隔绝的深谷 是一个隐居山林的好去处 举办婚礼在即 杨国却阴差阳错之下 闯入绝情谷 就当杨龙二人互相吐露心意 回心转意之时 公孙芷却受信打发 将杨国丢入绝情花之中 此后的剧情仍然是一波多折 但痴情专一的杨国 历经16年的等待 最终在绝情谷谷底 找到了小龙女 二人协助郭靖保卫襄阳城 在击退蒙古大军之后 退隐山林 成了一对献上旁人的神仙眷侣 那小龙女的结局 真的是这么圆满吗 很多武侠民们会知道 金庸当初在写《神雕侠侣》的时候 是要将小龙女写死的 而16岁的郭湘 才是和杨国步入婚姻殿堂之人 只不过小龙女 这个轻力脱俗的角色 实在太引人入胜 吸引了不少粉丝 一些狂热的读者 为小龙女遭此命运 愤愤不平 他们联名起来 闹到了金庸的报社 鉴于此 思量再三的金庸被迫无奈 只好重新提笔 改写了《小龙女的结局》 于是坠入悬崖的小龙女 在吃了谷底的白鱼之后 解了体内剧毒 和两病斑斑的杨国 再许前缘 这样突兀的剧情 让年少的我们觉得 有些不合情理 就连著名导演盲金 在一次采访的时候 也笑着说 竟让金庸门讧过关了 倪匡也曾经评论 金庸在写《神雕侠侣》的时候 喜剧收场 绝对可以谅解 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 《神雕侠侣》在《明报》上连载 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 杨国稀稀凉凉 郁郁独生 寂寞人世 只怕读者一怒之下 再也不堪《明报》 就当我们满意的 和尚《神雕侠侣》时 作为《射雕三部曲》 最后一部的《雨天屠龙记》里 却多次出现 让人费解的片段 首先就是金庸在开篇明明写道 此时进入了《雨天》时代 中南山的邱楚姬 嫁和先去 《小龙女》也嫁给了杨国为妻 二人同隐中南山古墓 可当郭湘闯入古墓的时候 他只发现了几名侍女 根本没有看到杨龙二人的身影 我们暂时可以解释为 他们去游历了 所以正好不在 侍女也证明了古墓派 重新招了人 杨国小龙女 确实在这里生活过 但第二点 却让人疑惑不解 灭绝事态临终前 曾这么对周芷若说过 因此他聘的高手将人 将神雕大侠杨国 刘曾给郭祖师的一柄玄铁重剑融了 再加以西方金金 铸成了一柄屠龙刀 君子淑女二剑 铸成了倚天剑 要知道 郭湘追寻杨国多年未过 为何却有杨国刘曾的玄铁重剑 君子淑女二剑 更是他们的定情信物 二人游走江湖 却连武器都不带 就算自补武功高强 但兵器都不带 属实是有些让人不解 最后的疑问 就在黄山女身上 身为倚天主角的张无忌 虽然身负多门矿石神功 可优柔寡断的她 依旧多次在打斗中 陷入凶险万分之际 紧要关头 黄山女子挺身而出 她使出九阴白骨爪 击败了周芷若 如果黄山女子是小龙女的后人 为何她不穿白衣 却穿黄衣呢 其次 杨国小龙女都不会九阴白骨爪 黄山女的九阴白骨爪 从何而来 更奇怪的是 杨龙二人都习惯了行丹引之 为何黄山女出场的时候 却只有八位侍女陪伴 而且是情销合奏的方式出场 以上诸多疑点中 以灭绝事态口中的刘曾最为可疑 刘曾顾名思义 是杨国将玄铁重剑 留下来转赠给郭湘 而郭湘又曾潜入过古墓 却没有发现杨国 这说明杨国在离开古墓的时候 就将玄铁重剑留了下来 通过古墓侍女赠给了郭湘 杨国这个举动有什么暗示呢 其实 金庸留在神雕侠侣的一段话 就表明了他的言外之意 原来 不管金庸修改了连载版 还是修订版 读者们都会在原文中 看到这么一句话 小龙女体内剧毒深入古脏六腹 就算有灵丹妙药 也无力回天 而不知是不是为了迎合读者 金庸大笔一挥 拓展了神雕将近三分之一的情节 以不合常理的描写 让小龙女满血复活 我服侍蜂蜜 再加上坛中的白鱼 觉得痛楚烧减 想不到这御风蜂蜜 魂蚁寒谈白鱼 正是驱毒的良剂 如是长期服用 体内毒发的次数也渐渐加长 初时每日发作一两次 到后来数日一次 进而数月已发 最近五六年来 居然一次也没再发 想是已经好了 想是已经好了 这是小龙女的自我认知 但前文对她的伤势 也进行过深入分析 小龙女体内剧毒深入五脏六腹 就算有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 已经好了与无力回天 存在极大的矛盾 此处可看作一处伏笔 对小龙女伤情的草率鉴定 将影响到后门的解读 当时间退一到倚天时代 郭靖黄荣战死 郭襄出家 倚天剑 屠龙刀成了连接倚天和神雕的纽带 能证明杨过重出江湖的最直接线索 来自于神秘的黄山女子 石火龙玉害 唯一的女儿求助于黄山女 她是如何知道古墓派的确切位置 又是如何联系到黄山女的 射雕中的丐帮帮主 红七公是郭靖黄荣的师父 明霞岛上红七公正式传位于黄荣 神雕时代 卢有角短暂接棒 英雄大会上 新继任的帮主叶绿奇 是郭靖黄荣的女婿 从传承上看 丐帮遇难 更该求助于峨眉 毕竟峨眉派的创派祖师郭湘 跟丐帮更为亲近 那石火龙为何要找第三方介入 梦环打狗棒时 黄山女神情冷漠地解释说 我仙人和贵方尚待渊源甚深 黄山女的仙人是杨过无疑 肯替丐帮出手解围 也许是源于杨过的嘱托 这就证明了杨过 并非丝毫不过问江湖中的大事 按照杨过的处事原则来看 既然答应了小龙女退出江湖 除非出现意外 否则她不会出尔反尔 唯一的可能就是 小龙女跟杨过归隐后遭遇了不测 现一步离杨过而去 仔细阅读原著不难发现 小龙女的健康指数很低 修炼于女性精实 被真致病 赵之静发现走火入魔后 身体状态便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 大神官英雄大会上 因赵之静污蔑而吐血 绝情古婚宴上与杨过重逢再次吐血 重阳宫大战时被金轮法王 全真无子前后夹击 又出现吐血的症状 跟杨过在古墓疗伤时 被郭夫误伤 内伤 中毒 一套组合拳下来 神仙也难治 小龙女身中这枚银针之时 恰当体内的毒质 正要顺着内息流出 突然受到如此剧烈的一次 五毒神掌上的毒质 尽数倒流 侵入周身诛出大穴 这么一来 纵有灵之先丹 也已无法解救 别说是小龙女 患做任何人 遭遇如此多的伤害 也不可能维持正常健康指标 杨过重书江湖的主因 就是因为小龙女的理事 从神雕到乙天 金庸埋下多数伏笔 证明小龙女 确实因伤势过重 而香消郁郁 只是这个结局 过意沉重 她不忍明说 结合以天剑 屠龙刀 黄山女三条线索 可以得到答案 杨过以行动支持 并参与到了 黄荣推行的 李天屠龙计划中 但这些 却全是因为小龙女 遗憾离世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四处游离 只希望能弥补 那十六年的遗憾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以上有很多 阿浪自己联想的地方 如果有不同意见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